哈喽,我是乐乐 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用到芒果的点心有 芒果蛋糕 芒果奶酪 芒果布丁 还有 还有芒果冰 对,芒果冰也是 乐乐,你在做什么啊? 为什么要一直念芒果口味的点心呢? 因为最近是芒果的季节 妈妈买了一大箱芒果回家 准备要做芒果点心给我们吃 所以我就在想 用芒果可以做什么点心 哦,原来是这样啊 啊,不过 我们家好像没有爆冰机 这样就不能做芒果冰了耶 好可惜哦 嗯,那乐乐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画 芒果冰怎么样呢? 姐姐还可以教你画一些配料 你就可以自己组合一碗 自己喜欢吃的芒果冰咯 好耶 可以组合自己的冰 听起来很好玩 我也要在冰上加我最喜欢的香蕉 小朋友,准备好你的纸和画笔 我们一起来画画咯 首先,我们先画一盘青冰 画一个盘子 上面堆了一座像小山一样高的冰 我们可以把边缘画得比较太平整 这样看起来就会像是爆冰的颗粒一样 如果你喜欢有花纹的盘子 可以交错图 让芒果堆看起来更有层次 接着,我们来画好好吃的芋圆吧 芋圆的形状是圆柱体的 我们可以画很多扁扁的椭圆形 再加一个长方形 这样就是有立体感的圆柱体咯 颜色可以用橘黄色和紫色来上色 这样我们就有双色预圆咯 再来,我们再加上一整颗的布丁吧 布丁的形状像是圆柱体 但是下面比上面宽 侧面看起来像是梯形 我们可以先画一个扁扁的椭圆形 再画出梯形的三个边 最后再画上滴下来的焦糖 也别忘了帮布丁上色哦 帮布丁上色的时候 有一个小技巧 在边缘的地方 留下一点白色的底 不要涂色 这样看起来就像布丁的光泽 可以让布丁看起来更好吃哦 接着你还想要加点什么配料呢 嗯...来点珍珠如何 珍珠一颗颗圆圆的 像小小的球一样 所以我们只需要画出好多圆形 再涂上颜色就可以啰 你有观察到吗 珍珠跟布丁一样 会有很明显的光泽 所以涂色的时候 记得每颗珍珠都可以留一块白色的底不要涂 这样看起来就会更好吃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四样配料了 最后再来画冰淇淋吧 冰淇淋的形状长得有点像球 不过底部会再稍微平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画一个不完整的圆 在下面画出冰淇淋融化后不规则的样子 最后再帮冰淇淋涂上颜色 你喜欢巧克力的就涂咖啡色 喜欢草莓可以涂粉红色 也可以画香草口味或是芒果口味的冰淇淋 当然也可以多画几球哦 全部的完成之后 我们用剪刀小心的剪下来 可以在边缘留一些空白 就不怕剪到图片 剪下来之后 你就可以选你喜欢的配料 拼出一盘自己的芒果冰哦 耶嘿 我的芒果冰完成了 你们看 我的超巨大芒果冰 哇 乐乐的芒果冰实在是太大份了 可能要十个人才吃得完呢 下次画的时候 我要画更大的盘子 这样就能装更多配料咯 小朋友 你画好自己的芒果冰了吗 有没有看起来很好吃呢 别忘了请爸爸妈妈帮你拍下来 记得乐乐信箱和我们分享哦 不要偷偷吃掉了哟 哈哈哈 小朋友 你们有跟着我还有小风姐姐一起画画吗 这阵子 我收到了很多小朋友寄给我的画画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谢谢你们寄信给我 谢谢你们寄信给我 虽然没办法一一回复 但是我都有收到哦 谢谢你们 我们下次再见 乐乐乐有频道咯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 嘿嘿嘿 哇哈哈 哇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